花蓮縣經紀大堆2月下旬展開掃黑專案 發現有民眾在蘇花公路試射長槍還射殺飛鼠 事後甚至於還把影片給PO上網炫耀 立刻遭警方鎖定逮捕 另外也有少年因為加入幫派幫忙販毒 過程中還把機車撞壞沒錢賠 對方居然找上門要求少年的母親來償還 警方立即巡線北上攻堅逮捕到涉案的角頭 充分 到晚間幾名男子手持長槍輪流上陣動作流暢 不過這個地點不是靶場而是花蓮中橫公路台八線 布置路旁告示拍上有多個彈孔 他們還射殺附近的飛鼠 而且自拍錄影上傳抖音炫耀 原來去年12月花蓮有三名原住民男子 帶著一名台北朋友在半夜無人的公路上 測試改造的長槍列槍 朋友回台北後PO網 害得花蓮的嫌犯家中被搜索並起貨兩把改造槍枝 依防搜辦 現在少年給愛玩社群什麼犯法行為都照PO不誤 還有好幾名年輕人站在大戶車後抖 被晃得差點摔飛在路面 下一片動態他們偷腳踏車在大街上兜風 又是自拍PO網被警方盯上 不過他們不只偷車還被北部宮廟找頭吸收 加入黑幫販毒 宮廟被大批警方合力搜索並搜出多支球棒等討債工具 原來有名花蓮中措少年在去年11月 離家北上騎機車運毒 不過過程中他不小心將機車撞壞 被要求直接賠償一台新車 少年無力償還幫派轉去勒索少年的母親 逼迫簽下結局 於2月28日檢數謝信首要集成員共6人到案 查獲求棒背心以及手機等證物 全案依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這次少年被幫派吸收價值觀邊差 把犯法當成炫耀資本 統統投上網 最終也成為警方辦案的證據 記者許綠晴鴨 朱花蓮報導